其實我小時候是一個比較內修駭相的小女孩 因為不太擅長口語表達 所以自然而然就會拿起畫筆 然後畫出心裡想要說的話這樣子 那一直以來其實都有一點畫畫的興趣 包括大學其實都還在 就是有在漫畫社創作 但是真的進到職場到沒有真的 剛進入社會的時候 不是說以創作來謀生 我們都覺得畫畫應該賺不了錢 所以其實是我到了業界工作之後 那有一天走在路上 然後看到那個 我覺得是連成電腦吧 有在上一些課 然後我去上他一些課 然後才發現 現在那個創作漫畫就是很方便 所以才開始創作漫畫 那時候就創作我的第一本書 學技 那這一本是一個 因為我想要滑雪 我畫那個Snowball 那所以就把我對於滑雪的熱情 就是結合在這個漫畫裡面 所以這個漫畫裡面有很多滑雪的一些 泡湯滑雪之後泡湯都很舒服 那當然這是個愛情故事啦 很多人可能一輩子都沒有機會遇到真愛 所以如果有幸遇到了 他不會輕易放棄 不論結局是好是快 至少不會遺憾終身 我覺得 這是當初 當年我覺得 我對愛情的看法 就是 那專財這件事情是見仁見知啦 但是不管如果覺得遇到適合的人 我就 我就覺得應該要鼓足勇氣去追求 不管結局是好是壞 至少我不要說 進棺材之前 還在遺憾這件事情 那這個故事後面有一些滑雪教學 就是把我在 就是 在滑Snowball的一些經驗 還有結合一些教學 然後把它放在後面 因為我想 讓漫畫創作有一點實用性 它 它的一些知識上的價值 那這本書也得了那個 一百年的金曼獎 所以是我一個 開始的一個作品 那因為創作這本作品之後 我就 參加了一些漫畫的活動 然後 還有就是ICC世界漫畫家大會 就很多漫畫家老師都有參加 那在那個大會上 我又 遇到了一些 來自國外的一些同好 那也遇到了一個 來自日本富山縣的一位 觀光協會理事長 然後 他後來就邀請我 為日本富山縣來創作一本 有一點像跨國鏈的漫畫 這個女孩子在富山縣這邊 遇到這一個男生 然後男生帶他吃醋玩 一些景點 那我裡面有一些景點的介紹 可以享受這個故事內容之外 也可以了解富山縣的一些 它的一些文化 在地特色這樣子 其實有時候應該要勇敢的去嘗試 各種不同的環境 或者遇到不同的人 才會有一些不同的機遇 因為 像這邊說的 就是像個海鷗啊 隨著海風去旅行 不然你永遠不知道 會有什麼在比方等著你 在創作這本漫畫之前 我沒有去過富山縣 在創作這本漫畫之前 但是創作這本漫畫之後 我就愛上富山縣 其實反正是個很漂亮的地方 那我有一張海報作品 這張球 也有收錄在他們 富山縣美術館裡面 展出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 跟富山縣很有緣這樣 富山縣也是那個 Doraemon 還有那個 忍者小叮噹作者的故鄉 還有那個 戲田手導演的故鄉 我有養狗 養一隻彩犬 我養牠18年 所以我養了這隻彩犬 就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那我以前都會 把這些故事記錄下來 然後找了一個時間 我就把它創作出來這樣子 這本書 《彩犬週期》出版完之後 因為我就生小孩了 那生小孩 大家如果養狗小孩 就知道 養小孩好辛苦喔 所以呢 因為太辛苦了 那我就開始 又開始畫圖了 而且我用手機來畫 所以 我用手機畫了 四百多張的作品 就是在講那個 育兒的一些辛苦啦 一些甘苦談 還有就是他上幼兒園的一些趣事 一些有趣的故事 所以說 可以說我的生活經驗嘛 就是我的創作的動力這樣子 還有畫狗 還有畫狗 還有畫那個唐唐 還有畫那個唐唐 我再猜拳 叫唐唐 那再來我也喜歡潛水 所以這一本VR漫畫呢 它是我喜歡潛水的一些過程 然後我喜歡研究一些海洋生物 有一些海洋生物共生關係 讓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我就把它轉化成那個愛情故事 英語是 號稱全世界最藍的女 他們喜歡吸附在大型的魚類 像鯊魚啊 鯨魚烘魚的身上 然後跟著他們到處的去 遊歷 然後去覓食這樣子 那這個女主角呢 就是英語 她在 就是要追求這三個對象 那第一個對象呢 它其實是一隻垂頭鯊 那它流太快了 它抓不到 那第二個這個是公牛鯊 那它抓住了這個公牛鯊 可是呢 這公牛鯊差一點反咬它一口 那第三個呢 這是一個很愛著這隻印魚的一隻海龜 但是雖然是非常深愛這隻印魚 可是最後這隻印魚覺得 你的海龜可能就比較 太過穩定 太過 我會到處游泳嘛 所以它覺得有一點無趣 所以後來它就是 決定轉身如像大海了這樣子